你每天都携带着一个强大的细菌工厂 一有机会 它就会侵入我们的身体 危害我们的健康 怎么样才能防止它带给我们的伤害呢 这里是原来如此实验室 我是盛春 我是观众联络员段义 生活中的一些司空见惯 而又难以解答的问题 在这儿 为您求 为您解答 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 保持你的好奇心 天天都有精神 你说这手机和画农 有什么关系呢 这画农就是感染了 这手 这也不挨着 所以我就觉得奇怪 你跟我来 我是您的联络员段义 家住苏州的王峥女士 最近发现耳部长了一些暗窗 她一开始还没注意 可是后来 这暗窗越来越严重 有的还化农了 最后到医院一看 你猜医生怎么说 细菌感染 是手机上的细菌 手机 这个问题都是挺新鲜的 不过再难的问题 咱们都能想办法去解决 这都是老词 你是不是又该问观众的看法 这词是老词 但是咱们发现的可是新问题 这回这调查员带的问题 是怎么用手机 除非掉到地上就会用东西擦一擦那样子 就会拿纸巾啊 或者沾点酒精那些去码一下 用了三年多了 但是很少清洗 最多就是说擦擦屏幕 平时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就清洗一次 然后呢一般都是拿棉花跟酒精一起清洗的 没有这个习惯 可能就屏幕多长的时候擦一下吧 用湿纸巾就这样子了 平常两三个月用小布 平时就是清洗一下摸一下 对搜集到的百姓观点可以贵总为 一 从来没有清洗过手机 二 偶尔用纸巾擦拭 三 偶尔用酒精之类的擦拭 你让调查员问这些问题是为什么呢 我始终还是怀疑这王峥女士脸上的画农 和这手机之间的关系 你平时都是怎么用手机的 不就这么用吗 还有什么新鲜的 你的意思是说 你有点明白了吧 这个脸啊 跟这个手机的亲密接触 也许会有 也也许 这么远 这么远 这不就来了吗 手机在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通讯工具的同时 也成为大量细菌的繁殖基地 那么手机上的细菌有多少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的调查员来到了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寻求答案 在说明来以后 检测中心的科研人员非常乐意 用实验的方式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保证我们的实验不会受到污染 我们选定了一间无菌实验室来做实验 我们从街头观众的手里借到了一部手机 这部手机已经用了两年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部手机上面的细菌呢 它会有多少 来 刚刚我们检测一下这上面的细菌 看看它们有多少 这上面会有多少细菌呢 接下来 我们的专家将给这个手机进行细菌数量检测实验 专家使用的是一次性无菌采样棉签 使用这样的棉签在这部手机键盘上进行均匀的涂抹 然后再把棉签放入10毫升无菌的生理盐水中进行震荡 当洗出细菌后 我们把这些带菌的溶液进行稀释 并且放在了不同的培养面中 最后再放入培养箱中进行恒温培养 48个小时后我们就能清楚地清点出这部手机上一平方厘米的地方能有多少细菌了 专家告诉我们 这些培养免生的白点都是单个细菌长成的菌群 只要用这些肉眼能数清的菌群乘以稀释的倍数就是细菌总量了 经过换算后我们清点了一下 这部手机上一平方厘米就有12万个细菌 哪平方厘米12万个细菌 这是我的第一个证据 有句话说的好 细菌无处不在 第一个证据 我觉得有问题 有问题 我觉得你这是 我绝对不是强词夺理 你刚才说了 这细菌无处不在 可是这细菌也得有它生长 这前面我们不是说过了吗 比如抹布啊 牙刷啊 这上面都有细菌 所以 所以手机上也有细菌对吗 这咱们之前不是正式的这点吗 实验的结果我不怀疑 可是我更关注的是实验之前那些细节 也许 我有资料 我们的身边充满了细菌 它们总是无处不在 绝大部分细菌对环境的要求很高 37摄氏度的恒温 以及潮湿阴暗的环境 是它们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这样的环境中 细菌才会开始大量的繁殖 并且相互传播 现在明白了吧 你想让我明白什么呀 细菌生存的环境需要温暖和潮湿 你的手机潮湿吗 你看 这手机之所以会携带大量的细菌 就是因为平时我们用手机的时候 你也不会管你包里放的什么 这兜里揣的是什么 几乎直接就塞进去 这样就大大加大了细菌 接触手机的这种几率 这个没错 可是你也别回避我的问题呀 我没有回避你的问题呀 好 从现在开始 我要求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手机为什么适宜细菌存活 好 从现在起 我就正面的回答你的问题 这样 你先打一分钟的电话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怎么样 电话打完了吗 打完了呀 感觉怎么样 家里人挺好的 家里人挺好的 那不错 我问的是你这个脸上感觉到热 是有点啊 你是说 关键就是这个温度 当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呢 电池工作 就会产生热量 这个热量啊 是非常适合细菌生长 这个时候呢 温暖的环境 就会更适合细菌的生长 其实在通常情况下来讲啊 手机是相对比较干燥的 并不适合这个细菌的生长 所以我觉得你实验有问题呀 你看你检测的时候 都是直接把手机 从兜里拿出来 就进行检测了 那可能那细菌就是在 过路的时候被你抓到了而已 那要是再晚一点呢 你说的这些呀 不对 你忽略了我们脸上分泌的油脂 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啊 这脸上和手上的都可能分泌油脂 被粘到这个电话上 再加上合适的温度 这细菌就会大量浮生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尤其我们在打电话时间长了时候 大家看 你打一会儿可能会换手 左手换到右手 这个时候就造成了交叉感染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这王峥女士啊 可很可能是脸上的暗窗破了之后 她还这样打电话 这么一来呀 这些细菌就乘区而入 从这窗口就进去了 没错 大家看 我们手机上呢 会有很多键盘 这些缝隙啊 最容易残留那些细菌 那要触摸瓶呢 又光滑又干燥 那这细菌它会不会 来 咱们继续看实验 按键内的手机和触摸瓶内的手机 哪一款更容易存留细菌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的调查员拿出了自己的触摸瓶手机进行实验 这个手机也是使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那在它上面细菌量又会如何呢 我们请检测中心的专家继续为我们检测 他们同样在这款触摸瓶手机单位面积上进行取压 并且稀释后 再放入培养皿中进行恒温培养 这次的细菌量会有什么变化呢 48个小时后检测人员拿出了培养皿清点数目 这次我们检测的触摸瓶手机上一平方厘米的细菌量是26万个 这触摸瓶手机看上去挺光滑的 怎么上面的细菌会比按键类手机还多呢 根据科学的研究 你想想这个手机触摸瓶的手机 你可能经常会在屏幕上使用它触摸它 所以这样我们手上的细菌 与触摸瓶之间的接触几率大了 细菌的存流量就会比一般的按键手机还要大 长时间使用手机的时候 咱们手难免会发热出汗 而这恰恰是细菌滋生的最有力的环境 所以说这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手机 往往会隐藏着很多的隐患 很多的隐患 你看这手机上这么多细菌 那到底是对着嘴比较近的话筒细菌多呢 还是贴着耳朵的听筒细菌多 还是手持的部分最多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 我们请我们的调查员去了解一下 一部手机上什么部位的细菌量最多 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的调查员来到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 继续进行实验 我现在拿我自己的手机来做个实验 看看上面是它的听筒部位多呢 还是话筒部位多呢 还是它手持部位的细菌多 检测中心的专家使用一次性无菌棉签 在调查员手机的手持部位 听筒部位和话筒部位单位面积上 进行了均匀涂抹 然后再把棉签放在无菌的生理盐水中充分震荡 当体出细菌后放入培养皿中进行恒温培养 48个小时后 我们对支部手机上各部位的细菌量进行清点 我们得出了如下数据 手持部位12万个 话筒部位18万个 听筒部位32万个 通话部位并不是最多的 你说我们平时打电话的时候可能会打喷嚏 别说打喷嚏了 就普通说话也会有这个飞沫溅出来 那不都粘在那话筒上吗 其实你去想想 咱们现在市场能够看到的这个手机 它的长度能够够到我们嘴的这个位置的手机确实很少 还真是 但是大多数打电话的时候呢 我们的面部会跟手机屏幕接触 面部呢会分泌油脂 对不对 这么一来呀细菌就有可乘之机了 对 那你知道什么样的细菌会导致我们生病吗 那一般手机上面都含有什么样的致病性细菌呢 我们还是请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的专家 为我们找到答案 专家告诉我们 由于使用手机的环境复杂 加上它会和我们的手掌频繁接触 所以在这上面细菌的种类也非常多 这对于菌种的分离 以及提取单一菌种 也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这是一张用显微镜拍摄出来的手机上细菌的照片 每一种不同的颜色都代表一种细菌 如果想知道这里面都有什么细菌 那就要一次一次的做分离培养实验 直到培养出单一细菌为止 然后还要经过一系列的实验鉴定 才能确定 我们这次找到五部手机进行检测 最后足足用了五天的时间 专家们在这五部手机上面都找到了同一种致病性的细菌 专家告诉我们 这种致病性的细菌叫金黄色葡萄球菌 由于手机的温度合适并且接触东西多 它非常容易寄存在手机的键盘以及屏幕上 而由它引起的细菌感染 仅仅次于大肠杆菌而排在第二位 在最严重的时候 也可能引起肺炎 心包炎 甚至败血症等全身感染 金黄色葡萄球菌最亏祸首 可你说这手机我们谁也离不了 平时也不好清洁 那我们怎么防了一上面的细菌呢 来 咱们还是听听专家怎么说 来自苏州的王真女士 经过调查呢 确实发现手机上面呢 确实存在大量的细菌 那么正确的使用方法呢 可以按照以下来进行消毒 就是每周 用一用酒精的棉签 擦拭手机的键盘 屏幕或者其他部位 如果有条件的话呢 可以放到纸外线下 或者臭氧机下来进行消毒 这样呢可以减少细菌上 手机上的细菌呢 对我们的感染 专家提示 在我们使用手机的时候 尽量避免取用其他物品 尤其不要取用食物 避免病从口入 在卫生间 医院等公共场合 尽量不要使用手机 还有不要把手机借给别人使用 以免病菌交叉感染 要养成使用耳机的习惯 这样可以避免手机和面部 口中部位的接触 以减少细菌侵害 以防止肥沫污染 正确的使用我们的手机 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全 虽然之前说过了 但是我们还要再强调一下 就像专家说的那样 保持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 可以尽量的减水菌增长和繁殖的机会 所以生活当中 我们只有注意那些一点一滴的细节 才可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来自江苏的王峥女士 您看了我们今天节目 对我们的回答还满意吗 祝福您早日康复 也欢迎更多的观众给我们写信 由我这个观众留言替您转达 届时将由我们来共同为您解答 您会发现生活当中那点事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蜂蜜是一种营养丰富 容易消化吸收的天然滋养食品 对消除疲劳 保护心脏 促进睡眠等 有着很好的疗效 可是原本粘稠状的蜂蜜 为什么会变成固体 变成固体后的蜂蜜 还能够食用吗 蜂蜜中的营养 又有没有流失呢 原来如此 敬请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